你吃过来的肯定好 是什么好吃的 你看这里面肯定有海鲜的 没有 有没有泡沫 小骨的父母平时应该不常出席这种场合 你就要再照顾他们一下 放心吧 妈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雪 那个穿黑衣服的就是恩怡的公欧 是她 公欧做事情总是出人意表 什么意思啊 穿这么一身红过来 跟新娘的抢风头啊 这不让我们难堪吗 得力同行啊 你吃点尝尝 太油了我不吃 我吃水果 肯定不错 人家特意送过来的 少吃点点 你能行吗 味道怎么样 应该可以 少吃点 少吃点 我饿 我饿了 你别吃这么多了 这个男孩子 是你现在的男朋友啊 不是 怎么可能呢 他是公欧 公欧 我有印象 最近好老在电视上 报纸上看过他 公欧 公欧 是吗 长得不错不错 刚才我看见啊 他跟你戴项链的那样子 细心的 妈 你们俩到什么阶段了 妈 爸 你们别误会 跟他什么都没有 我宁愿一辈子不嫁 也不会嫁给这种人 想念 你千万不要说不嫁不嫁这种话 你也知道 妈听了心里特别难受 我跟你爸爸就希望你幸福快乐 你老说不嫁 我们心里受不了 就是就是 妈 你别难过了 我就那么一说 女儿一定会幸福的 只不过呢 我和公欧 和我怎么了 叔叔 阿姨 小公好 那个 我们是小念的父母 我爸 我妈 小公啊 你好 你好啊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来 加个微信吧 爸 我找你啊 好 小公啊 我看您特别忙嘛 是不是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你傻呀 人家总裁还需要礼物业心吗 对对 总裁总裁 兄弟姐妹有几个 是不是住在一起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退休了吗 退休金有多少 妈 我家里还有父母 您认识我们小念之前 交过几个女朋友 爸 爸 爸 别问了 你不有事吗 你去忙吧 我没事啊 我觉得跟叔叔阿姨聊天 挺有趣的 他不会介意的你看 我当然不会介意的你看 你妈妈问这些是帮你把把关 担心你 我们了解多一点 不也放心嘛 对不对啊 那个 我水喝多了 我要上个厕所 爸妈 我先走了 你不走吗 小公啊 阿姨告诉你一个秘密 是 来 我们家小念 这要是紧张 就准上洗手间 别说 没关系 来 来 来 拍点照片 热情 来 来 木总 你先去忙吧 跟我还装样子 什么木总 还是叫我学姐吧 听着舒服 自从你哥去世之后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现在还好吧 我还好 你哥的葬礼 我正在国外出差 没能及时赶回来 我跟你哥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恩义总裁的位置 现在还空着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接手呢 不知道 现在公司运营还算正常 我还没想好 什么时候回去 该回去还是得回去 恩义是你跟你哥 一手打拼出来的 总不能这样慌着 我听说 公寓之前准备 朝人工智能发展 不过你们的主业是手机 AI可能不会这么早 人工智能是 恩义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已经开始做出准备了 但我哥的这次车火 彻底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AI计划可能会延期 但不会停止 我一直都很开好你们兄弟两个 眼界要比我们这种 做传统行业的人远得多 学姐 我还要去一趟卫生间 去吧 不用跑啊 他们没有追过来的 是你帮我解围 你别误会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在帮自己和小迪结尾 今天这帮记者为什么会突然追你 难道不是你跟公欧安排好的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是我和小迪的订婚典礼 而最受关注的人却变成了你们 很难不让人多想 不管你信不信 发生这件事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本意 或许不是你的本意 其实我跟过来 是有别的话想跟你说 我暂且不想谈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只是觉得 有些话应该趁早跟你说清楚 我一直不明白 你为什么口口声声说 从小到大陪我长大的人是你 而不是小迪 我希望这件事就此打住 毕竟在我跟小迪婚后 你也算是我的家人 我不想大家探讨看 我画了一本漫画手稿 里面记录了 我跟你一起从小长大的点点滴滴 我本来打算要给你的 可惜 可惜什么呀 可惜你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对吧 或许你口中的一个手稿 根本就不存在 我真的画了 我 我是没有 没有机会给你 我下次见到一定给你 好啊 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 你应该知道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做过一场手术 那在手术之前 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更应该记得 我知道 那天我高烧不退 我就只能拜托小迪去 去见你 我拜托他照顾你 我让他跟你说 我是你的美少女战士 手术不要怕 有美少女战士 守护在你身边 这也就算是你的自圆其说吧 很可惜 值得我用医生去呵护的 只有小迪一个人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撒谎 你为什么不信呢 是小迪在骗你 我是 是 手术那天 我没去 可是手术前一天我跟你说的 我说 我一定会等到你 睁开眼睛看到我 够了 施霞姐 我只希望你还记得 小迪是你的女儿 骞出 小迪 还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从今天起 我们就划清艰辛 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生活了 也烦情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 还有 请你告诉小迪 不要试图再来抢走我的任何东西 时想念 小迪 我好心好意邀请你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 你在干吗 你是彻底不顾我们之间的姐妹情分了 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我们划清界限 我不想再因为你的任何事情影响我们牵出了 小迪 你从我的身边抢走了什么 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你放过我吧 从小是我和千初在一起的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小迪 是谁在自欺欺人啊 石笛小姐在这里上演家庭轮链剧的戏码 怕是不太合适吧 龚总这是来英雄救美了呀 我们之间的家事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手吧 石小念是我教过来的 你们俩这么为难她欺负她问过我了吗 关你什么事 看别人家笑话有意思吗 我乐意 石笛啊 你把石小念叫过来参加你自己的婚礼 你觉得很聪明很高明 在我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我送你一句话 戏过了 只会让人家更加讨厌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过去你跟石小念之间有什么恩怨有纠葛 我不管 但是从今天起 你再敢为难她 我同样让你吃不了兜着酒 龚先生 你把话说清楚 小迪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这样含糊其词的话 恐怕不太合适吧 小迪 倩初 别跟他们说了 有记者在 嗨 你到底是干什么干的 非要看我全家笑话 你别误会 我只是单纯看你那个妹妹不爽 你有的时候做事还挺奇怪的 跟看上去不太一样 你不要想太多啊 我在你心目中还依然是那个 爱欺负人的管兽 我也不想在你心目中留下什么好影响 换句话说 不要以为 我在你父母面前应和了两句 你就想对我产生什么非分之下 你在我这儿 没可能 对了 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道德感 伦理感 不要总是缠着你那个妹夫不放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 我才是前出的女朋友 你 谎话说多了别人不写 你自己都打颤了 你 还有 你能不能换一身像样的形状 现在我站在你身边 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神经病 你说什么 我说话了吗 换听 沐总 您那边没事吧 没什么事 你去照顾其他人吧 好 请 来 这个公共真的是 架子这么大 说话这么粗 沐总 你是不是跟她认识啊 我看她跟石晓天在一起 你都不惊讶 我姐姐跟她哥哥公寓 从小就认识了 当年公寓创业手上缺丝巾 我姐呢 正好想试水科技行业 所以就立派中医投了N1 但至于公欧跟你姐姐的关系 我就不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石晓天在她面前 肯定没说我什么好事 对了 刚才你姐姐跟我说 我十六岁那年 做手术的时候她生病了 她说 是她让你代替她去照顾的我 那 我在手术前跟你说过什么 你一定记得吧 千初 你是相信她不相信我是吗 当初那个烫伤的伤疤 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现在可以给你看 傻瓜 算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 还有 今天公欧的事情 咱们也不要放在心上 就当给她个面子 也不要让她打扰了我们的性质 好吗 我才不理她呢 我还有客人要照顾 走吧 怎么下雨了 这个人是 刚才教训我一顿 现在又让米生把我给抓过来了 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八成就是有人格分裂 你脾气又不好 神经兮兮兮的 你在说什么 吓死我了你 我 我说 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 你看这天都这样了 咱们还能回去吗 怎么 你想留下来陪家人旅旅游啊 米生现在正在背车 你后悔还来得及 我不 我不后悔 这天这么差 他 看不到他最想看的日出了 施晓妍 你现在不会还在想啊 你想跟沐千初一起看日出吧 疯了吧你 没疯 你闯死了 你闯死了 我陪他一起看日出的 小鸥 妈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妈妈想你了呗 想跟你说说话呀 你最近身体还好吗 还失眠吗 最近还好 睡眠嘛 时好时坏 就是老 常常想到你哥哥 想到你哥哥 怎么 这人说没就没了 突然消失了 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妈 人死不能复生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 能够好好的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你和我爸的身体 我还好 倒是你爸爸 他嘴里不说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 你知道吗 他抽雪下的次数比往常多了很多 晓鸥啊 你听妈妈一句句 你回到英国好不好 爸爸妈妈 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儿子 你理解一下妈妈的苦衷好吗 你回到英国发展事业 也都是一样的 妈 恩义这家公司是我和我哥一手创办的 现在我哥不在了 我一定要保住他的事业 还有 我哥的死 警方初步断定是车祸 可是我觉得里面疑点重重 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线索性的人物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了 我再做其他的决定 真的能查出些什么吗 但是 但是小鸥我也担心你啊 妈 你相信我 好吧 既然你那么有把握 那妈妈就相信你 但你也要答应妈妈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事情 不要争强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扛 一定要告诉我们 爸爸妈妈 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你早点休息吧 留室 我不 ambos 是公共杂人还是其影感被判人 开始 усing anxiety 这两个 小老板 他们酒店这边通知说 一会儿会下大雨 咱们晚上走的话 走高速 国道都不安全 所以他们这边建议说 岛上所有客人留宿一晚 这样明天早上 还能看最著名的日出 只有石小剑那个傻子 才会念念不忘那个日出吧 对了 天气真的会变坏吗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 在这边住一晚 然后明天一早再走 安全第一吧 志小念 石小姐不在何庭 不在 小老板 我走了 堂厅 洗手间都找过了 没找着啊 你去找 石小念 石小念 等我找到你了 一定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 这天这么差 他 看不到他最想看的日出了 你去除了 是小念 石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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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吗 龙先生 这俩卫红酒怎么回事 是我跟小迪喝的 石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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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龙先生 很清楚 喂 小老板 找到了 在门口 好 知道了 我再出去找找 我再出去找找 在哪儿 跑哪儿去了 我 我哪儿也没去啊 就在这儿 在这儿干什么 我刚才看你视频没想理我 我就出来转转 对了 我刚才听他们说 今晚大家都走不了了 就咱们车要走 少废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原来想跑没跑掉 躲在这里是吗 我后来想了想 跟你待在一起 也比待在这个烂岛上 稍微强一点 怎么 怎么个意思 你们不上车吗 咱们不得走了吗 因为天气远阴 离岛的高速公路都被封了 我们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这什么怎么断 对了 目前住这个人 我再也不想见到了 为什么 医生 告诉他 这个人 没有为什么 好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原来不仅日出好看 连下雨天也这么好看 赶紧去睡觉 小心明天起不来 把你丢在这里 你这个人真奇怪 好话不知好话讲 跟我顶嘴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不然我现在把你丢进湖里面试试 那我还是去睡觉 你去哪儿睡觉啊 这里是我的床 你的床不在这儿 床都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就去我的房间睡觉了 想太多了你 我想多 你想的比我多得多 还是不一样 转死 日记刀的认出可真美啊 你干什么 干嘛偷窥别人呢 今天早上的日出 是沐千初送给时迪的订婚礼物 我劝你还是别看 我怕你看多了 伤眼 外加伤心 我没有很伤心 对我来说 千初完成了 陪他一起长大的女孩 他要信守的这个承诺 我这么想完以后 觉得 他还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就不那么难过了 你干什么啊 你这样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秀恩爱 你找虐啊 你拿开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你们不能够 你们还 easing 你无缺呢 你灿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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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能不能够 你灿魂 你灿魂 我能不能够 你灿魂 谢谢你带我去沐建筑的订婚典礼 我本来是不敢面对的 可是真正面对之后才发现 其实并不那么难放下 我决定开始试着放下过去 回去以后呢 好好地改一改我的文化 开始新的事业 新的情感 新的生活 你啊 别自作多情 我带你去他的婚礼 纯属只是想看你的笑话 别误会 是是是 还不承认 反正你帮了我不少忙 无意也好 有意也好 我都是很感谢你的 还有那个 这件事之后 你能不能 别再为难目前诸葛师弟了 石小念 这才刚过去多久 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 你忘了他们是怎么对你的了 你怎么这么蠢啊 蠢到家了 我记得 我记得 我 我是很生气 很 很 只不过 只不过 彭晓 我石笛面前 我就是姐姐 千初面前 我是那个能带给他希望的人 其实我再怎么骗自己 我都改不了 想第一时间冲过去 帮助他们的这种冲动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像我小的时候帮石笛打架 打完了以后还被他数落 但我还是很开心 不管怎么样 石笛都是我妹妹 我在别人面前 就应该保护她 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你这么宽容大度 也不像你这么善良 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讲究利弊得失 是 公欧 你别看我现在挺惨的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不都是交易 我现在依然这么觉得 要不然那样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 你的生活对于我来讲 是没什么意思 我不在乎 你看你这个人啊 你嘴上说着你算计 讲得失 可是呢 我觉得你心里 也是否认这种做事法则的 你还是挺真性情的 要不然你就我干什么 书小姐 你怎么这么喜欢 自作多情 自说自话呀 麻烦你蠢不要拉上我好吗 你还不承认啊 那我问你 你带我去订换银礼 能换了什么 你后来救我 又能换来什么 我拒绝回答蠢人的问题 这怎么蠢啊 你别动啊 有没有人说过你特别像日曼里的中二男主角 就是那种特别有正义感 有责任性有同情心 表面上嘴特别硬 不承认任何事情 跟人还经常打架 一人一爆炸 经常咆哮摔东西 特别可怕 凶起来特别吓人的那种 中二少年 石晓妮 我再说一遍 我不看动画片 你有没有童年呢 这不是动画片 是动漫 我建议你看一下 这样你对自己会有全新的认识 石晓妮 你是不是 小老板 陈总那边突然有事 想跟你开一个简短的视频会议 知道了 你要有事你就先忙吧 我先走了 谁让我走 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啊 出于做人的基本礼貌 你也应该帮我洗干净吧 我什么时候还有这项服务啊 你说 好好安顿石晓妮 你们小老板 为什么总是皮脚肉不肖的 你怎么也这样啊 行吧 那工作我们现在开始了 好 开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我们今年的 新品手机渠道定位方面 目前 专卖电视最核心的 线下零售渠道 我们会将整体线下收展的作物 严控价格体系 集中资源对线上销售进行 间歇复制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叫大家过来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召售预言 这次 好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不建议 把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线上 我觉得还要处复客户的 这个鞋下来的体验 有回忆藏后 吃饭喽 我看啊 谁先回来洗手 我就把那大部分的给他 好吃吧 好吃 这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好吃 吃饭的米铁锅 这是昨天剩了一下的米饭 外婆觉得扔掉可惜 就用一个鸡蛋 真正炒了一下 会不会把爸爸妈妈说 不能吃 就算吃菜 好吃不如咱俩管它们 慢点吃啊 我们研发的新手机 如果还采用老系统有什么意思 要做就给它做到最前眼去 重新开发系统 让它跟市面上 所有的手机都比一样 甚至 站在未来十年的角度去设计 可是重新研发系统的话 项目周期会延长 成本会提升 而且还会有失败的风险 你去踢个球都会有风险 对不对 没有风险怎么突破呢 你呀 就是被八面套给洗脑了 才没有呢 其实我跟爸的想法很不一样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做出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也算是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吧 虽然 爸老师说我不切实际 哥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听你 你呀 就先做你的好孩子 这种往前冲的事呢 让我来 等我把江山都打好了 都会议 那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 那种人也会对我们重视信心 大家加油 会议就是这样 龙总 好 今天就先这样 会议结束吧 石笛面前 我是他姐姐 千初面前 我是那个能带给他希望的人 其实我再怎么骗自己 我都改不了 想第一时间冲过去 帮助他们的这种冲动 真是一个个都喘到架了 谁要你们保护呀 你们连自己都保护不好的 小老板 上次我哥那个报废的车子 专家怎么说 对了 他给我发了一份那个事故报告 我发的邮箱了 汽车自动系统 性能完好 排除人为和机器元素 路况和天气 我成为主要的事故原因 难道真的只是意外 但现场出现了 市场面的漫画复古 怎么解释 对了 没疼的事故还有 我这都怪不得的事故事 怎么解释 你在对了 刘伟 都怪不得的事故事 他们还可以손上的事故事 事故事 智龙 你找人了解一下进展到哪一步了 记住 不要伸张 了解一下即可 明白 我立刻去办 那个线上的会议开得如何 例会嘛 每周都要开差不多 就是公欧她的情绪 反正整个不在状态 我看她的心思 根本不在公司上 我听说啊 发布会这么重要的事情 愣是叫人找了她半天 她可好 又跑到沐家婚礼上去出风头了 贾董 我早就说了 不要对公欧抱有多大希望 陈总才是尽心尽力 管理公司的真正好手 陈总 如果有你来当恩义的总裁 肯定比公欧更合适 这个我同意啊 我们作为股东 这个利益自然是互助的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支持你的原因 这个 不谦虚就说啊 对于恩义的情感呢 我可能比很多人都要来深一点 如果我出任总裁 我肯定会付出自己全部的心血 让恩义变得更大更强 但是有一点 虽然我在恩义这么多年 但说到底 还是跟着公欲看 我们既是合作伙伴 有着好兄弟 你说这人刚走 我就跳出来和他弟弟争名夺利的 这层个人情感上来讲 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这件事你放心 一切由我们来安排 只要你肯下定决心 来争这个总裁 我们都会在背后为你助力 公欲留下的股份 我们很有兴趣收购 如果成功 我们在恩义的话语权就更大了 到时候选谁做总裁 不就很容易了吗 明白了 那这样 接下来呢 我就尽量避免跟公务的正面冲突 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当然了 股权的问题 我在他那边也会 旁角侧击一下 来 来 干杯 干杯 你 在我的梦子里 Cali 你将来在南大一年 对上的梦子里 我为你选择